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 居民司马南 上期我跟各位讲到 我去以色列的时候 跟以色列的官员对话 我问他们一个问题 四七年代后大会 不是分治决议吗 包括苏联在内 33万国家赞成 阿拉伯的国家 当时有十几个吧 一块反对 没用 英国弃权了 中国还有十个国家弃权了 但是分治决议定了 就是按照分治决议 占人口三分之一的犹太人 把巴勒斯坦 全部面积的56%给拿了 那阿拉伯人占多少 占三分之二 但是只占44%的土地 而当时犹太人实际所占土地 仅仅是巴勒斯坦 总面积的7% 就是这个地方 犹太人不断回来榨堆 榨堆开始买土地 后来做买卖 他们又有钱 二战之后 有的在德国受过迫害 有的在欧洲其他国家 受过迫害 这个犹太人不断 榨堆 开始跟阿拉伯人相处 还可以打 不是开始就打 甚至已经结下友谊 但是他们越来越多 他们已经占到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拿土地面积来占了7%不到10% 但是大国 大国 美国 苏联就决定这个世界 说这样 这个地方 这么化 叫分支协议 然后这个地方 大面积就给了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人口很少 但是呢 人口三分之一 却占了50%的面积 这就是所谓分支协议 所以我去以色列的时候 我就问以色列的这个官员 相当高级别的官员 部级干部 我就当时你们 是 是这个希特勒 跟你们过不去啊 是吧 种族屠杀 你们当时为什么不在德国 找个地方 人认为这个问题很无聊无趣 我说呢 非洲地方那么大 那么那么那么肥沃 你们的聪明才智 到那这么多科学家 然后你们到那 他这个表情 为什么一定要这呢 他说我们的祖先在这里 然后就跟我讲 又讲什么羊皮圈呢 就说他们建国之前 正好就发现羊皮圈 你看 正好 正好 就我们要建国了 发现羊皮圈 羊皮圈里边有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犹太教经典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地方 我们的祖先 留着奶和蜜的地方 上帝应许之地 我们这个地方 有我们辉煌祖先 这里面有我们的神庙 我们先人的踪迹 好家伙 开始跟你抒情 到以色列旅游 最逗的就是 他看这块石头 就开始跟你抒情 这块石头 一二三四五 当年怎么着 一二三四五 开始讲 然后呢 水面上就有什么奇迹 所以我去 以色列的时候 老友团的人看着我笑 过去在江湖上 我至于接串那帮 打着特异功能 七号的骗子 上山入地 呼风唤雨的 不都是这个脑子听作 摩托车的脑子上 开过去的 都是这种人的 但是你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 他到那看着那块石头 然后在船上 就跟你讲 这个地方 他们宗教里面的奇迹 那跟中国三十年前 闹的特异功能差不多 对 最近河南那校长 不是一个 手鸡蛋 看着看着 有个能量厂 手鸡蛋就变成圣鸡蛋 圣鸡蛋 那个 不是 咕咕咕咕咕咕 小鸡又出来了 这都可以写进羊皮卷的 都可以写进羊皮卷 那 按照他们的说法 这个分治决议啊 怎么来都不知道了 反正我们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我们就是要回到我们祖先的应许之地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地方 建设以色列 几千年来 我们没有祖国 我们受到了太多痛苦 所以我们回来 所以我们就回来 当时有个181号决议 那确实是联合国的决议 而且美国苏联那个时候 二战刚刚结束 两个人还能对话 好吧 共同支持 那是个公平的决议吗 当然不公平啊 你人占70% 你凭什么占了50%多的地方啊 人家人 不是 你人是三分之一 你凭什么占了50%多的地方 是吧 没道理讲 那是联合国决议了 那就好了 我第三次去以色列 我又发起个新鲜的事 是你们占了人少 你们占的地方大 联合国分治决议什么决定的 可是你知道他们怎么占的吗 他挑着占的 这就好比吃饭 放一个盘子 盘子里边有肉 你喜欢吃肉 你把肉都挑着吃了 自己这边肉吃了 那边肉也吃了 扒的就在里边吃 这革命王大 说这没规矩 没教养啊 没教养 在盘子里扒的肉吃 你想吃什么就挑什么 对吧 你不能这样 老规矩嘛 老太太规矩多 但是你这巴以 分治 当年把有肉的地方 叫水肥草美的地方 靠海的地方 出海口的地方 上游的地方 淡水的地方 好地方 都挑着给了 伊斯利 是啊 这叫公正吗 谈不上公正 但是历史是这样 当年犹太人 当年犹太人 遭到德国人的欺负 德国人对犹太人犯下滔天罪行 你凭什么要用巴勒斯坦人 出土地来偿还 你凭什么要用巴勒斯坦人 一代又一代人的鲜血来偿还 这个联合国做的这件事 应该说现在回过头来看 也许可以考虑更多的选择 可是你现在住下这么一个病根 就现在 所以你现在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 那当然阿拉伯国家不干了 中东阿拉伯国家不干了 那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之后 那以色列就表现出了一种的神勇 拼死格斗 至于死地而后生 再加上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支持 所以第一次中东战争 大家你可以看 我就不说了 那一次以色列有呢 捍卫自己权力的一面 这样说 我看我没有偏台 以色列也没有偏台 阿拉伯方面 开始的时候 以色列是打不过人家 那时候你刚刚立足未稳 建国之初 刚建国第二天就开始打仗 所以在这个时候 美国出面 美国代表 现在联合国安理会 递交一份议案 要求安理会 停止战争 双方36小时之间必须停火 美国那表现 那叫一个焦虑 因为美国国内很多犹太人 他们居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一次就这两天 2021年的5月 5月16号 14号到16号 17号18号 就这么几天打起来 以色列绝对优势 飞机 导弹 你把那些呢 根本就跟你不构成军事的 巴勒斯坦地区 建筑物摧毁了 你杀了那么多人 美国人 中国提议说 开咖喱会商量一下这事 美国人就是不开 16号开了 开了之后 美国还是这一套 谈护以色列 但是在第一 就是当时巴以刚刚分治的时候 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准备过来呢 跟以色列打仗的时候 美国可不是这样 美国那时候表现非常焦虑 所以谁的孩子 谁着急呀 这个隔壁王奶奶说的太对了 谁的孩子 谁着急呀 而且要求 要求必须立即表决 指责那些阿拉伯国家 要求他们必须行动 那个时候以色列是 在外交上是比较占据主动的 因为他们刚刚刚刚建国嘛 刚刚建国 在这之前被德国人欺负了 而这个美国和苏联 都是跟德国人打仗的 并且打败了德裔日 法西斯周星国 所以那时候以色列建国 还没表现出那种残酷性 以色列呢 是得到美国苏联 还有很多国家支持 至少这两个大国共同支持 就是以色列能够建国 能够分治 这对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英国啊 因为英国看守 英国当年 这加上在这地方 归英国管 这个以色列人 在那劳告恐怖活动 所以英国呢 不太支持 可是没办法呀 英国呢 二战之后 穷得叮当响啊 拿不出钱来 老百姓过得艰难 英国在财政上 有求于美国 必须求着美国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美国强大 那只好同意 也同意了 同意了 英国就撤走了 阿拉伯军团的英国军官 也停止了 像埃及啊 像以色列 像伊拉克 像约旦提供武器 那阿与双方同意 停火四周 四周之内 四个清洁 四七二十八天 一个月不到 以色列 以色列把军队从三万 扩张到十万人 停火之后 以色列 以色列又开始全面反攻 然后呢 然后大家知道 就以色列就胜了 以色列从那以后呢 就越来越强 以这个阿拉伯国家 纠结过几回 怎么打 反正都输 这是第一次 以色列 就你不能不承认 他有一种宗教力量 后边有巨大财力 还有呢 这个犹太人呢 他有聪明的地方 他善于利用各种有利的因素 然后呢 分化瓦解 各个击破 最后呢 自己争取最好的结果 第二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联手 联手英国 法国进攻埃及 主动进攻埃及 因为他看着埃及不顺眼吗 第三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 那那次算突袭了吧 突然袭击 占领加插地带 还有埃及的这个西奈变岛 那约旦和西安呢 当然更占了 耶路撒冷啊 旧城啊 叙利亚 戈兰高地啊 戈兰高地 我去过那个地方 我在那跟以色列士兵照相 那地方是叙利亚的高地 那 以色列人我就站了 我就站了 上面的各种各样军事设施 我都是以色列的 以色列在那有观察哨 那打兵全副武装 小伙子倒是长得挺帅的 跟我拍了一些照片 沟通起来有点困难 你闷得什么 他也不说 那第四次中东战争的 埃及呢 试图想收回来西南半岛 开始有点成果 后来以色列呢 以色列又把埃及打败了 到第五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主动进州 进攻黎巴嫩 这个五次中东战争 除了第一次 对 还有一次 这五次中东战争当中 应该说 绝大多数 都是以色列先动手 先发之人突然袭击 然后呢 斩首行动 卑鄙阴谋 这以色列呢 知冷酷 知冷血 下手之狠 我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无处其右 你要找比以色列更冷酷的 更更改下手的 而且呢 行动的 那叫一个控制力之强 行动力之强 有人总是说 也是受以色列这个媒体的影响 美国媒体的影响 总是把哈马斯啊 巴结组织啊 这阿拉法特呀 把这些人说成是恐怖主义 说他们手上有鲜血 说 但是他们总是 这不是说不可以这么讲 对不对 那各个武装组织之间 你说他们手上有平民的鲜血 那我们就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以色列手上有没有平民鲜血 以色列杀了多少阿拉伯人 五次中东战争 少说有三次 是你以色列先动手的吧 你违反分治协议 你把不该属于你的地方 都占了建隔离墙 建隔离据点 统治老百姓 残酷的统治之下 你杀了多少人 包括非战争交火期间 你随意处置 随意处置人犯 随便杀人 以色列干不干过事 杀了多少人呢 我上期有个节目 我说秋吉尔大骂 这个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 是卑鄙下流无耻 有人还问我有没有根据 当然有根据 这种事还能造调 1948年 联合国宣布 巴以分支计划之前 那个时候 犹太复国主义就在了 是先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去一次理由 他们就跟你讲 犹太复国主义之父 是谁是谁 犹太复国主义 那时候犹太复国主义 已经在那地方建立了 包括好几个地方 都叫什么名字 记不住的 什么加哈纳 什么伊尔贡之类的名字 都是什么 都是以色列的小谷的恐怖组织 就是武装派别 好听叫游击队 其实就是以暴力的方法 在那地方打地盘 知道吧 隔壁王奶说不叫土匪吗 不叫政治土匪吗 你以暴力的方式来对待 那个地方统治者是谁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被什么人统治 被英国人统治 所以英国人当时 在那个地盘上 他有一个托管政府 当时的军队是英国军队 一部少部分英国士兵 然后多数是当地的阿拉伯的士兵 但是英国军官管的训练的这样军队 不断的被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 极端武装团伙偷袭 杀害 其中叫伊尔贡的这个组织 还有什么斯特恩的这个帮 都是形式极端组织 爆炸 袭击 暗杀 冷枪 什么狙击手 都属于这类的 有的稍稍温和一点 另外两个组织不记不住名字了 他们在使用恐怖袭击的手段 比起那前两个组织稍好一点 但是他们都是左右手啊 是吧 左右手啊 袭击呀 搞得不得安宁 所以那个时候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今天在外交上 宣传上 宴会上 西服格履的 温文尔雅的 聪明的 老跟你讲文化的 这个 以色列人 所谓犹太人 他们的恐怖主义行为 比今天你们骂的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 什么哈马斯之类的 比他们呢 要血腥十倍 1944年 再往前 我刚才说四八年的事 现在往往前 再说四年 犹太富格主义者在开罗 干了个什么事 跑上埃及去 杀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是个勋爵 英国有勋爵 那就不是一般人 不是小沈亚说有身份证的人 是勋爵 名人 叫摩尹 摩尹这个人呢 他为什么要杀他呢 因为他建议啊 在东普鲁市 而不是在伊路撒冷建立犹太国 注意啊 是因为他言论 就跟司马南做节目 然后对以色列的这种 这种行为提出批评 摩尹作为英国勋爵 也就是当时 他对呢 那位当时还没有巴以分治吗 他他不同意犹太富国主义 在这个伊路撒冷这地方建国 因为因为阿拉伯人 已经在那很多很多年了 阿克萨清真寺在那地方 人家在那生活了两千多年了 所以摩尹这个勋爵 英国勋爵是有良心的 他是好意 他说你 你干脆你到东普鲁市去建德了 德国那帮人得罪你们了 你们到那去建 按照言论自由的标准 错了吗 没错 是不是可以作为一种选项 可以呀 你不同意 不同意也正常 但是对不起 以色列的 那时候还没有以色列 那时候叫犹太富国主义极端组织 干嘛了 干脆就在开罗 直接把这个哥们给宰了 那场面相当血腥啊 这个人敢巧是丘吉尔的朋友 跟丘吉尔关系比较密切 所以丘吉尔就怒了 丘吉尔大骂呀 大骂说 这种犹太富国主义极端分子 是最邪恶的歹徒 当时是大事 但是历史是这样 就跟互联网一样 很多事件会被忘掉 新一代成长起来 互联网的事不记得了 不知道了 不知道搞这种恐怖主义 以色列曾经干过什么事 不知道曾经杀了 杀了个群爵 仅仅是因为人家说了不合议的言论 所以我跟各位说 我如果哪天突然间 我被人家杀了 我这人是不会自杀的 我这人哪个老太太看不上我 我是不会跳楼的 我是不会跳楼的 不会自杀 如果我死了 那搞保不起 保不起我死因和墨因是一样的 因为 因为犹太富国主义干过这种事 对吧 这种事是不是您很少听到 因为我们的媒体上不让讲这事 很多人自觉选择 政治正确 怎么能说以色列 犹太富国主义暗杀呢 他们不可能暗杀吧 他们怎么可能 一些一帮政治土匪呢 不可能啊 1946年7月22号 一声俱响 耶路撒冷最著名的大卫酒店 不要说错了 大卫王酒店 现在还在 被炸成废墟 91人死于非命 其中包括28名英国人 所以你想想 英国当时不同意这个美国的主张 英国那时候 如果不是因为财政困难 邱吉尔实在是熬不下去的话 那不会同意 美国和苏联提出的这种所谓 以色列要在这个地方建国这个方案的 但是没办法 那个时候反正是 就是在建国之前的 以犹太富国主义 针对英国临时政府的这种血腥的 这种政治土匪的行为太多了 这大卫酒店 杀死这么多人 这不911恐怖袭击 一个性质没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而且直截了当 我要复国 我要复国 所以我杀人 我要祭奠 祭奠我的祖先 大卫王酒店爆炸案 后人评论说 这是近代第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因为针对的是什么 为什么叫恐怖袭击事件 你要炸个军营 那就不叫恐怖袭击事件 对吗 你炸的是什么 民用设施 非军事目标 这么大动静 炸死几百人 如果我们现在说 以色列犹太富国主义 是现在恐怖袭击的鼻祖 第一起恐怖袭击 针对平民目标袭击事件 可不可以这么说 那些以色列专门 叫叫叫 以色列人家有专门的粉丝团 那一定会骂死斯马兰的 你骂归骂 但是我陈述的事实 如果你我如果我说错了 你就纠正我 就我前两天把周鸿 周鸿一读成周鸿伟了 我立刻认错 一百多人来来指出我的错 我指我自己检讨了一百多遍 但是大卫王酒店 以色列之前 犹太富国主义把他炸了 炸四几百人成为 现代恐怖主义的这个先先驱 你这事是真的吧 如果我说错 我马上检讨 你知道当时英国首相的 叫叫做爱德里 爱德里 叫前面有那个前追叫什么 爱德里爆炸之后 英国首相啊 克莱门特克莱门特爱德里 然后发表声明怎么说 说1946年7月22号以来 一个有史以来 最卑鄙和懦弱的罪行发生了 我们指的是 炸毁了一路撒冷的大卫王饭店 这么多人失去了生命 这么多人受伤 其中许多高级官员 下级警官和办公室人员 男性女性都有 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说 可不可以说 就是现代的恐怖主义的鼻祖啊 就是以色列建国之前的 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 可不可以这么说 你承认不承认 这是一回事 可不可以这么说 是另外一回事 以色列干过什么这些事 很多人讳莫入圣 我只会随便举几个例子 来讲一讲 哈马斯在以色列的 这种强大的军事机器面前 是一个被虐杀的角色 而在以色列是 弱者的时候 以色列干什么了呢 以色列干的比哈马斯干的 那厉害多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回头看 以色列的历史 我们更容易理解今天 按照混沌学的说法 一切 就现在现状是这样的 将来朝哪个方向发展 我们说不清楚 但是一切都与初始条件相联系 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 以色列建国的 这个初始条件 和今天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 大开杀戒 相联系 您能解读出什么内容来吗 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 下期见